年轻的花腔女高音石妮 自2008年从UBC音乐学院歌剧系毕业之后 一直活跃在北美的主流舞台上 同时她也到美国洛杉矶加入电影表演行业 参与过几部电影的拍摄 并且为一些电影片当中的主角做中英文的配音 闲暇时间她也开始声乐教学 石妮是出生于海外 而后回到中国读小学 中学的时候到英国读私立学校 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 在英国的时候参加过一些学校的 莎士比亚的一些演出 戏剧演出 然后她还有一些音乐剧的演出 因为我在初中 老师有一次带我们去伦敦的百老会 看音乐剧《猫Cats》 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猫实在是太好了 太漂亮了 其实她人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多的动作和形象 还有表情来把一个真实的猫展现在你面前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音乐剧真的是非常吸引我 所以就开始慢慢介入到唱歌舞台表演上面当中 但是我从小因为从四岁就开始弹钢琴嘛 所以呢对音乐也不陌生 高中毕业之后 史尼回到了加拿大 考进UBC大学音乐学院歌剧系 主修歌剧 因为我觉得歌剧呢 不只是唱 但是歌剧里面包含太多太多的东西了 对于这部歌剧 她当时写作的时候 她的背景 还有这个艺术家 还有作曲家 她当时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她的处境是怎么样的 而且她写出来的这部歌剧 这个整个环境一定是有一个大的背景的 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的心态 还有当时整个社会的条件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 我觉得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生 理解人性 还有这个社会 当时就选了这个歌剧 同时又是以音乐的形式来表演 我一直认为音乐 歌剧 其实上就是音乐的电影 因为我个人也很喜欢电影表演 石妮在舞台上展露头角 是在2008年加拿大的音乐节上 她成功地演绎莫扎特著名歌剧 《摩迪》当中夜后一绝 引起了业界和歌剧观众的瞩目 此后她又在罗马音乐学院 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深造 以美妙的歌喉 独特的中西文化背景 活跃在中国 美国 加拿大 影视歌剧舞台上 毕业了以后就认识了 我现在的经纪人是在 洛杉矶的经纪人 因为她是纯粹的美国人 所以她就帮我安排了一些演出 然后还有一些歌剧的演出 还有一些电影的拍摄 主要的活动范围还是北美 还是以美国为主 然后有的时候会在加拿大一些 但是在加拿大平常没有活动的时候 我会回来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陪陪他们 然后同时也就开始 也就继续我的慈善的事业 就是我现在有的基金会 北美文化艺术基金会 史尼成立了一个非盈利基金会 把一些小提琴家 钢琴家 歌唱家和导演等组织起来 通过举办演出 筹集捐款和物资 帮助有需要的人 基金会每年举办一次演出 曾经捐款给汶川地震灾区 癌症协会 老年痴呆防治机构 红十字会等等 这个Foundation是 一直就是希望能够延续下去 每年就做一场慈善的音乐会 针对需要帮助的人群 因为我每次演出 在世界歌的演出 都会认识到不同的 这个歌就是艺术家 有音乐方面的 有电影拍摄这些 还有这个Sculpture 就是画家呀 还有雕塑家呀这些 我就希望能够说把这些艺术家 都他们的作品啊都能够展现出来 然后都在合并在一起 因为在我们基金会里面 也有几位这个华人艺术家 他是中国的这个艺术家 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更多的 在加拿大能够做一些对于音乐方面 或者说是对于艺术方面 中西能够交流的这些事业 然后来推广 又同时推广艺术 同时能够能够照顾到这些需要照顾的人群 我觉得这三四年是我刚刚踏入社会 我觉得也是慢慢开始了解社会是怎么样的 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然后呢我觉得这三四年中 对我的这个人生成长也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除了歌剧啊 除了音乐会的演出 然后也参加了一些电影的拍摄 做过许多关于就是不同角色的 这些深入的理解对于电影方面 然后也开始了解到就是电影这个行业 所以呢我也很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再做一些 关于电影拍电影这方面表演这方面的事情 同时呢也学习到怎么样去组织策划 然后呢希望能够以后将来能够把 就是文化以最好的方式 中西合璧的方式能够最好的展现出来 能够展示给观众 同时呢又能做到一些慈善的这个事业 能够去帮助这些人 我也是非常开心 史尼不仅举办演唱会做慈善 也经常去老人院或相关机构帮助老人 他用艺术的丹田呼吸方法 让老人们调整呼吸 其中有患帕金森症的老人 在用了丹田呼吸调整之后 抖的症状有明显的减轻 史尼还把丹田呼吸的办法 放在他教学的重点上 看到一些学生没有随大众去学流行曲 而是找他来学经典歌剧的演唱和表演 他非常高兴 他认真地教导他们 希望把他自己所掌握的都教给他们 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喜欢经典歌剧艺术 史尼将于五月底举办个人演唱会 我们预祝他圆满成功 我们预祝他